这是一起绝望至极的谋杀奇案 尽管凶手的杀人手法精巧至极 让人不可思议 但由于故事本身太过真实 使得最后的真相达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 故事的主人公上田和林子 是一对结婚多年的恩爱夫妻 这天傍晚 上田推着双腿残疾的妻子到楼下散步 悠闲放松的氛围 让坐在轮椅上的林子昏昏欲睡 期间烟瘾发作的上田 发现自己的烟盒空了 于是便暂时撇下林子 独自来到附近的一台烟草贩卖机前买烟 就在上田付款的间隙 林子的轮椅突然失控 沿着陡坡向下滑去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已经陷入熟睡的林子猛然惊醒 他试图杀住轮椅 可轮椅的刹车键却莫名失灵了 恰在此时 拐角处飞速驶来一辆汽车 慌乱中 林子拼尽全力跳下轮椅 侥幸逃过一劫 而失控的轮椅 随机被汽车撞成了一堆废铁 在得知此事的经过后 照顾林子多年的管家阿婆 执意报了警 因为这已经不是林子第一次遇险了 就在前几天 上田的家门口还被人泼了煤油 显然是有人想恶意纵火 好在管家阿婆发现及时 并清理了现场 否则腿脚不变的林子肯定雄多吉少 负责调查此案的诱经警官 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也怀疑是有人在林子的轮椅上动了手脚 只可惜轮椅被汽车撞毁 已经无从查证 不过想要搞清楚真相似乎也不难 林子腿脚不变 平时基本都待在家里 因此能在其轮椅上动手脚的 应该是他的身边之人 除了丈夫上田和管家阿婆外 林子接触最多的就是家里的护工小哥 警方随后查到 为上田家服务的这名护工小哥 有盗窃的前科 似乎是个可疑之人 相比之下 管家阿婆的嫌疑最小 林子从小就由阿婆带养长大 两人轻如母女 又今直觉认为 管家阿婆不会伤害林子 从阿婆口中 又今又了解到 林子和丈夫上田的很多情况 上田原本是林子高中时期的家教老师 两人在相处中渐渐爱上了彼此 可上田的家境非常普通 林子的父母一直极力阻止两人交往 不过情况后来有了变化 上田和林子在一次练习骑马时 林子不慎摔落马背 跌断了双腿 唠了个终身残疾 上田对子十分自责 并发誓要照顾林子一生一世 林子的父母大为感动 最终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婚后 上田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岳父经营的家族公司 并凭借自己的能力 一步步在公司站稳了脚跟 这些年来 上田和林子的感情一直很好 下个月就是他们的25周年迎婚纪念日 两人还打算举办一场隆重的庆典 但奇怪的是 就在前几天 林子突然提出要推迟庆典日期 据说是因为不满意广告公司设计的邀请函 又今随后来到广告公司 确认相关情况 可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表示 他们并没有收到林子反馈 而且林子女士非常重视此次庆典 就连邀请函的款式 都由其本人亲自设计 广告公司只是按照对方提供的模板 负责制作邀请函 所以不可能出错 幼金有此推测 应该是发生了其他什么事 让林子临时改变了主意 突然不想再举办迎婚庆典 林子的家族律师 随后证实了幼金的猜测 据律师所言 林子此前曾向其咨询过 离婚后的财产分割问题 也就说林子最近动了离婚的念头 这样一来 上田似乎就有了杀人动机 对方很可能不想因为离婚 而失去工作和大部分财产 所以动了杀气的念头 然而让幼金感到意外的是 自从林子的父亲去世后 上田就基本上接管了整个公司 即便他和妻子离婚 其在公司的地位也不会有任何变动 换句话说 上田并没有迫切的杀人动机 而更让幼金不解的是 尽管最近好几次遇险 林子似乎都没将这些事放在心上 如果不是管家阿婆执意报警 对方只当这一切只是意外 面对警方的质询 林子也表现得极不配合 内心似乎隐藏着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在幼金满心疑惑之际 警方突然接到报案 林子家的郊区别墅内 发生了一起意外死亡事故 死者不是林子 而是其丈夫上田 对方不慎从楼梯跌落 当场摔死 出事时 别墅里只有林子和上田 据林子交代 这套别墅已经控制了很长时间 夫妻老最近决定将其卖掉 在房屋出售前 林子想在里面拍几段视频留作纪念 所以夫妻两人才突然来到别墅 意外发生时 上田站在二楼的楼梯口 手里拿着一台摄像机 给林子拍摄视频 就在这时 楼下的座钟突然发出整点报时的声音 由于座钟的报时功能早就损坏 此时突如其来的钟声 让夫妻两人都吃了一惊 上田更是吓了一跳 就在其转身查看闹钟的瞬间 脚下一滑 意外摔下了楼梯 这一切恰好被上田手中的摄像机全程记录了下来 佑金仔细查看了这段录像 从视频上来看 上田的死确实像是一场意外 但佑金仍然觉得是有蹊跷 为何这对迎婚夫妇 最近总是接二连三的遭遇致命意外 事情是不是太过巧合了呢 佑金随后注意到 事故现场还有另外两名物件者 其中一名是林子家的护工小哥 据护工小哥交代 林子将每天避吃的药物落在了家里 他是赶过来给对方送药 结果刚到别墅就听到一声惨叫 等他意识到情况不对 奔进屋子时 上田已经断气 另一名目击者是住在隔壁的邻居 对方是在听到惨叫后 跑过去查看 比护工小哥晚到现场几分钟 邻居对现场的描述跟护工小哥差不多 不过对方提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 就是在刚进别墅门 他曾闻到过一股虎味 像是动物皮毛烧焦的味道 在询问完两名目击证人后 佑金再次检查了事故现场 发现二楼楼梯口的位置 铺着一张毛皮地毯 地毯上的一角有一个焦糊的破洞 对此林子解释称 这是上田在抽烟时 不小心将烟头掉落在地毯上 烧出的痕迹 佑金此前在林子家中查案时 也见到木制餐桌上 有很多烟头烫烧的痕迹 看来这个上田确实有乱丢烟头的坏毛病 就在佑金准备将上田的死 当作意外事故结案时 他突然注意到一个非常可疑的细节 在上田死前拍摄的视频中 林子的嘴唇上涂抹了口红 可当警方赶到现场时 林子的嘴上并没有口红 丈夫突然横死当场 妻子的正常表现 应该是极度惊惧和悲伤 而这种情况下 对方有可能想起来 擦掉嘴上涂抹的口红吗 佑金由此认为 上田的死很可能不是简单的意外 他再一次仔细检查了事发的别墅 结果在二楼的走廊里 发现了一张可疑的矮桌 矮桌的桌腿上有一些勒痕 像是某种硬度很强的细线留下的痕迹 佑金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他怀疑是林子设计杀死了丈夫 对方先是找来一根结实的鱼线 然后在其两端分别系上鱼钩 其中一只鱼钩勾住楼梯地毯的一角 另一只勾在林子的电动轮椅上 中间的鱼线则缠绕在靠墙的矮桌桌腿上 作为杠杆和支点 案发时林子先将上田 诱导到毛皮地毯上 等事先被其调好的坐钟突然响起 致使上田注意力分散之际 林子迅速操控轮椅后退 毛皮地毯随即在鱼钩的牵引下 向后移动 站在地毯上的上田 因此摔下了楼梯 由于布置机关的地毯 被鱼钩划开了一个小口子 为了隐藏这块痕迹 林子在匆忙间 想到了一个补救办法 他慌忙擦掉口红 点燃了一只烟 故意在地毯上 烧了一个焦糊的破洞 由于上田本来就有乱丢烟头的恶习 所以这个临时补救措施 堪称完美 林子之所以擦掉口红点烟 是因为他平时从不抽烟 担心在烟地上留下口红印 从而引起警方的怀疑 没想到 这个小小的举动 最终被细心的佑金发现 随后 佑金在别墅的储物室里 找到了一些废弃的鱼线和鱼钩 应该就是林子杀人时所用的道具 现在只要再找到 沾有林子唾液的烟头 就能完全佐证 佑金的推理了 佑金信心满满地将别墅内 找到的所有烟头 都带回警局做了DNA检测 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在所有烟头上 都没有检测到林子的DNA 其中一个烟头 确实不属于死者上田 但也不属于林子 而是来自护工小哥 警方立即将护工小哥 带回警局询问 可面对警方的质询 这哥们儿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态度 始终保持着沉默 就在案件调查陷入僵局之际 林子主动找到佑金 向其坦白了一切 原来确实是他谋杀了丈夫上田 事情还要从不久前的那场车祸说起 当时林子坐在轮椅上 突然感到十分困倦 并很快进入了熟睡状态 但随着轮椅的急速下滑 他猛然惊醒了过来 就在这猛然惊醒的一瞬间 林子想起了自己25年前的追马事故 当时他也是突然感到困倦 才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而在这两起事故发生之前 他都曾喝过丈夫上田递过来的水 一切似乎太过巧合了 此前从未怀疑过丈夫的林子 在车祸发生之后 开始仔细注意丈夫的言行举止 并很快获知 对方早就跟公司的女秘书搞在一起 而女秘书最近还怀上了上田的孩子 怀孕的女秘书自觉身价倍长 所以开始胁迫上田离婚 并不停在林子身边制造事端 包括在对方家门口泼洒没有 上田显然已经接受了女秘书的胁迫 也开始在寻找弄死妻子的机会 林子轮椅刹车键失控 显然就是上田所为 面对周遭的诸多变故 林子终于如梦初醒 彻底看清了丈夫的真实嘴脸 25年前 上田一手制造了坠马事故 致使林子摔断双腿 然后又在林子的父母面前 上演了一出不离不弃的戏码 这段苦情戏 为上田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他不仅进入了林子的家族企业 还在岳父的栽培下 一路平步青云 上田的这番操作 简直比盛天半子的齐同伟还要阴险 如今 上田已经完全掌控了林子的家族企业 而与之相好的女秘书又怀上了孩子 所以上田决定顾忌重施 再制造一次意外事故 杀死林子了事 也就是说 在这25年的婚姻中 林子一直活在精心编织的谎言中 丈夫从来都没有爱过他 哪怕一秒钟也没有 从梦中醒来的林子 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中 他无力从上田手中夺回公司 更不甘心 Jose放过这个卑鄙无耻 毁了自己一生的小人 所以才设计了一个杀人机关 亲手送对方去领了盒饭 整个过程跟右经推理的差不多 唯一的不同是抽烟并烧穿地毯的人 不是林子 而是护工小哥 上田摔死后 林子非常慌乱 以至于将点烟的打火机掉到地上 就在他奋力去捡打火机的时候 护工小哥突然出现在了现场 让林子感到意外的是 对方并没有揭穿他 而是自己点了一根烟 烧毁了地毯上的划痕 之后又帮忙藏好了鱼钩和鱼线 林子此时投案自首 主要是不想连累无辜的护工小哥 在得知林子已经认罪之后 护工小哥也终于开口 原来他因为有盗窃的前科 总是遭到雇辱和同事的鄙夷 唯独温柔和善的林子从未轻视过他 反而一直鼓励和肯定他 这让护工小哥对林子充满着感激 在林子险些遭遇车祸之后 护工小哥就怀疑是上田在轮椅上做了手脚 为了保护林子 他开始时刻关注对方的行踪 在得知上田要和林子一起到别墅录制视频后 护工小哥便悄悄从林子的包里取出了药盒 然后以送药的名义偷偷跟着夫妻二人去到别墅 结果意外撞见了林子涉局杀人的一幕 为了报答林子的之欲之恩 护工小哥一直对警方三见其口 不愿说出自己看到的事实 这就是这起离奇的隐婚谋杀案的全部真相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岛国推理神剧 相棒中的经典案件隐婚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 但真相却十分令人窒息 现实婚姻的双方或许确实应该保持彼此的独立性 甚至拥有各自的心事和秘密 但无论如何 都不应该对彼此心存欺诈 甚至包藏祸心 不是吗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轩疑推理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